大家好 这几课我们来学习一下MIB Color Average当前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它是可以让一张带颜色的图片变成一张灰度图 好了咱们看一下如何来应用我们当前这个节点 首先咱们还是建立一个文件 在这我们找到一张有颜色的图片 Open打开 好了看一下当前的是一张叶子的图像 我们再创建一个材质球 兰博特这个材质球 好了我们现在呢来建立一个MIB Color Average当前这个节点 好了给它挪下来 我们现在想要一张这个灰度图片 灰度图片看一下 我可以直接把当前咱们这张图片的拖拽到我当前这个MIB Average当前它的这个音铺的这个选项上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它已经出现了一张这种灰灰色的这个图片对吧灰色的图片 现在我就可以把它呢拖拽到这个环境上看一下环境上 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面板 将它呢赋予到这上面 然后呢我们可以渲染一下 打开这个渲染器 切换到Man3 好了我们点击渲染可以看一下 当前是一张什么黑白的图像对吧 一张黑白图像 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这个Average这个节点的一个作用 它就可以把有颜色的图片呢变成一张灰度的一张图片 好了这一刻呢我们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